一命二运三风水 一顺百顺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探索其中的秘密和机遇 从梨挂的角度看 2024年属于九子梨火年 子孤以来都有 子气东来一说 东方华夏会在2024迎来崭新的一年 曾世强教授说 2024年是重要的关卡 有三类人 有十年以上的好运 而有三个生肖 在二月有特大好运 不要错失良机 一 向上向善 有正能量的人 一经中 梨挂有黄梨 圆极的一项 意思是说 遇到分离时 不会觉得悲伤 反倒在歌在舞 内心充满向上力量的人 有大吉之降 身上带着急躁的人 往往都带着正面的磁场 他就像一团火 一道光 照亮自己的同时 也在温暖别人 2024年 恰逢离火旺的一年 内心向上向善 有正能量的人 更会得到天命的助力 如同烈火朋友 天才嘉心 曾石强教授说 知天命的人都懂得小事问自己 大事问老天 小事指的是你平日吃什么 用什么 这些琐碎的杂事 大事问老天 大事就是指时间的自然规律 这非人为可以干预 当你真正懂得知天命的含义 就会明白乐天之命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怀着乐观的心态去生活 不去做违背老天意愿的事 顺着老天的规律 潮起潮落 余生自然会顺遂很多 二 性情温良 卑以字幕的人 对于九子离火运 古人云 其 止离火 性最糟 急者 与之立刻发福 凶者 直之勃然大祸 故数数家称为 赶杀摧贵之神 但火性 刚不能容邪 以己不宜凶 意思是说 离火之年 人心浮躁 会有各种各种的状况 发生突变 变与不变 就在一年之间 心态平和的人 能够呈着大运扶摇而上 心态遭遇的人 则容易走下坡路 由此可见 2024年 想要呈着大运向上 向内求 胜过向外求 藤世强教授也说 人生的境界高低 不在于看的远近 而在于看似的角度 世间烦恼如浮云 只有心胸开阔 性情谦和的人 才不会困顿于此山中 能将眼光放在此山之外 三 书山为路 学无止境的人 了凡次讯利用一回 云古禅师在点播原了凡事 劝告他不要颓废 要重新拿起书本 多读书方可走出内心的障碍 很多时候 人不是被上天困在了难处中 而是被自己的认知困在了一方天地里 周桂尹老师曾说 认知就是你的因果 你无法打破固有的认知 改变不了自身的习气 即便脱离了某个环境 到达了某个圈层 也是暂时的转运 想要获得长久的好运加持 还需要从认知处改变 改变认知的最好方式 就是多读书 多读经典 多看圣贤之学 曾师强教授反复强调 读书能改变人的观念 给予人以精神滋养 读书是成本最低的改变命运的方式 尤其是当你进行深入有主题的阅读 就能形成某种思维的突破 认知的提升 而一个人的认知 决定一个人的言行 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走向 顺势是人生的助燃剂 而读书是命运的发动机 只有你不断的学习 用书山铺路 所谓的命运困局 自然而然会被你打破 除了上面说的三个人 还有三大生肖 在二月将有特大好运 千万要把握住 生肖兔 对于鼠兔人来说 成长没有捷径 每一次都必须打破恐惧 才能打破生活的僵局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还是挫折 都要坚持到底 明确目标 果断行动 必将可以如虎添翼 鼠兔人骨子里不服输的特制定 将冲破束缚 心态越好 越能够吸收好运能量 恭喜鼠兔的朋友 进入二月 你们将在吉祥和喜庆中 爆发潜力 事业 生活红韵当头 你们将书写自己的辉煌和精彩 人际左右逢源 贵人登门 财运横通 贤财铺天盖地而来 一切美好将涌向你们的生活 人生从此上上级 生肖蛇 生肖蛇的朋友善解人意 理解能力强 他们在打拼中不断沉淀智慧 那些披心带跃走过德路 定迎来繁华似锦 鼠蛇人谈吐不俗 天生励志 总能够冲破荆棘 不甘人吼 他们苦过之后就是甜 能够阳光的心态面对 改变自己的命运 吃得苦中苦方被人上人 进入二月 鼠蛇人喜气傍身 幸福满家门 吉祥如意 事业高升 你们可以龙转乾坤 迎来喜悦 事业有贵人之时 将引领鼠蛇朋友 走向成功的道路 财运充沛 将赚得盆满钵满 日子负得流油 生肖猴 鼠猴人内心成熟 充满智慧 他们做事积极 可以吸引好运 即使遇到挫折 也会逢凶化吉 进入二月 鼠猴人时也将一路高涨 红运进门 有利于获得新发展 对于鼠猴人来说 你们总可以收获新的灵感 功 做表现优异 收入也水涨船高 鼠猴的你们 本就善于发现 横进十足 认定的事情会努力坚持 通过拼搏享受富贵日子 2024年鼠猴朋友 必定可以在事业上步步高升 成为领域内的佼佼者 走上事业巅峰 财运远远 令人羡慕 话说这个世界上 什么是财运呢 大家普遍理解为 财富的涌入和好运的接踵而来 然而 要想理解财运大爆发背后的秘密 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 财运并非只是一味的横财连连或好运横通 它更深层次表达着人们的积极心态和努力奋斗所带来的回报 因此 二月财运大爆发的幸运们 往往是那些在之前时期默默耕耘 努力奋斗的人 要想实现财运大爆发 我们需要了解宇宙法则与吸引力原理的奥秘 按照吸引力原理 我们通过积极的思想 积极的情绪和积极的行为吸引着相同频率的能量 从而引入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因此 幸运儿们之所以迎来财运连连 是因为他们散发着正能量 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 展现出无限的魅力 吸引了财富的到来 在财运大爆发的二月 机遇将主动降临到我们身边 然而 机遇对于那些保持积极心态 并敢于迎接挑战的人来说 更加青睐 积极心态 不仅让我们认识到机遇的出现 更能鼓励我们勇敢地抓住机遇的尾巴 因此 让我们在这个月里充满自信 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 与机遇擦出更多的火花 知道了财运大爆发背后的秘密 了解了宇宙法则和吸引力原理 以及积极心态与机遇相遇的重要性 我们还需要加上行动和智慧的成分 才能真正迎接好运的到来 行动是实现梦想的桥梁 而智慧则是行动的指南针 在这个二月 让我们不再只是幻想和空想 而是积极行动起来 利用自身的智慧去把握机遇 让财运连连的好运降临到我们身边 建议与提示 1.保持积极心态 用乐观开朗的态度迎接生活中的挑战 2.学习掌握宇宙法则和吸引力原理 注重培养正面能量 3.提高智慧和行动力 勇敢地迎接机遇 4.注意观察身边的机会 时刻保持警觉 5.不忘感恩与回馈 让财富共享更加丰盛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揭示了二月财运大爆发背后的秘密 探讨了宇宙法则和吸引力原理的重要性 以及积极心态 机遇和行动智慧的关系 正如车轮的传动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才能让我们迎接好运的连连到来 让我们牢记这些原则 让二月成为我们财运大爆发的起点 享受一顺百顺的幸福人生 于八月二月 Bong benefừng 三月邂适 中最后还経大见 第二段重大利识 我们 awaits